這邊都是藻礁 學者的研究裡面認為 這一區 這一區我們定 就是他們取個名字叫G1區 這一塊叫G2區 這一塊叫G3區 G1跟G2目前是所有學者認定 包括中油也認定 生態最好的地方 所以當時為什麼沒有直接蓋在岸邊 因為蓋在岸邊一定比較便宜 就不用填那麼多 為什麼要離岸 因為你一旦蓋在岸邊 這邊就全部都填掉 所以他說他已經有避開了 但是呢 我們剛剛講過 藻礁是前岸的礁石 所以他的問題 他其實這邊會慢慢向海邊延伸 那這邊的深度 平均深度大概是四到六公尺 可是呢 天然氣船要抬進來 好大家都看過鐵達米 像是嚇嚇 嚇嚇嚇嚇嚇嚇 弄到明天邊延伸 這邊的深度只有六公尺 他不足他船進來 他船要進來至少要十二公尺 所以簡單來講 黃色這一塊要全部均深 要圍掉 圍到青東不夠 那挖起來的沙石要怎麼辦 就是填到這個粉紅色的海底 還有這個海岸平坦 所以如果假設這個岗 將來蓋好了 挖一千一蓋好了 這一塊會全部都填掉 要嘛就挖掉 要嘛就填掉 所以 這個對於當地的生態的影響 是非常龐大 因為我們剛剛講 這邊的底氣生物非常的多 那原則上這邊弄掉了之後 就沒有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 它施工 現在因為目前已經開始在施工 我們看它影響 那施工還沒有說那麼多 目前都還是岸邊工程比較多 好 那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叫城鄉 這個城鄉我們剛剛講的嘛 它是填海造地嘛 所以這個城鄉是中空的喔 這個黑木頭 竟然是中空的 它燈下去之後 就差不多都在裡面 這樣子才有辦法 讓那個沙石不會被海浪沖走 這樣的城鄉 它一個是25公尺 25乘以25乘以25 我們這個場地大概10公尺而已 從那個門到這邊大概10公尺 你就可以想像這個城鄉 當然是我們這個場地的四倍大 四倍以上的大小 那這在上面對不對 303塊 303塊有多大 400個籃球場 大概是400個籃球場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破壞性的一個工程 好 那這個是今天早上看到的訊息 目前它只有先做一個類似假設工程 在這邊 因為它將來要做海堤嘛 所以它有做一個假設的棧橋出去 當時這個 這是去年的施工 光是只要你看到這個棧橋 還不是真的 將來要使用的喔 只是做這樣的棧橋 就已經發生了圖堤效應 什麼是圖堤效應 這邊是我們剛剛看到 因為色差的關係 這個是粉紅色的 藻礁 從2月初到5月初三個月 這邊就產生淤砂 等一下我們會解釋一下 土堤效應是什麼樣子 淤砂它會產生淤積跟侵蝕作用 那它的位置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所以其實你看這整個工程 都還沒有 海事工程都還沒有大規模的幹 目前都還在做路上 那頂多就是做了一個 小小的假設工程 這樣子佔調出去而已 而且這個還是有洞的喔 海水是可以流通的喔 它就已經造成土堤效應 這是去年109年 海保署自己做成的報告 它就說了 土堤效應造成可斷珊瑚藻 就是藻礁 它的生長 已經產生了影響 所以它要求 應該要計數計數解決之道 這個就已經很明顯 那它最嚴重在哪裡 在G1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如果大家 這個圖 剛剛我們還有印象 我們剛剛有說 這邊是G1區對不對 這邊是G2區 那你剛剛看到就是這個東西 先做一個 其實這個站條就是要做 做那個拉管線而已 它其實不是要做的一個實體的打毛頭 但是你看光是只要做這一小段 這一塊已經造成淤積 然後這邊淤積 這一塊就是會侵蝕 為什麼 因為海流是這樣過來的 那這一塊因為沒有海流的關係 沙子就會堆在這個地方 就會造成剛剛看到的漁擊效果 這叫土堤效應的堆積 然後呢 這樣切下來的這一塊 因為海浪直接打在這邊 這一塊就會造成侵蝕 大家如果有印象 地上有狗大便 我們拿水管去沖它 沖一下沖不太起來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水管一直沖一直沖 它會怎樣 你的呼吸就整個都會洗掉 這個一樣的道理 海水這樣子洗 一直洗一直洗 我想這邊會被洗得一乾二淨 什麼叫洗得一乾二淨 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珊瑚礁 所有的藻礁 全部被洗掉 因為一直侵蝕嘛 一直海水一直打 一直打 所以其實這邊就造成很嚴重的 一個淤積 然後這邊造成侵蝕 那我剛剛也有講一件事情 這一塊G1跟G2區 是中油跟所有的學者認為 目前大韓著叫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那中油當時的承諾是說 他絕對不會破壞這裡 他在訪評委員會的時候是這樣講 可是目前工程的進度 看起來就是會破壞 好 那再來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這裡很不安全 我們剛才看一下這個地形圖嘛 中油在突出來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一個颱風的封場圖 當時颱風 它其實是2017年的颱風 那個時候 很正常 基本上東北季風加上颱風 這個地方要停船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中油他們自己在環瓶做的時候 他們就有說了 如果假設將來港蓋好 颱風來 我船要怎麼辦 我要輸來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台北港 挖災尾 在巴黎那邊 巴黎的挖災尾 那邊是一個天然的避風港 他說那邊是安全的 那其實我們就有跟他講說 那其實你一開始蓋的時候 就要好好的選地方 你不應該蓋在那麼危險的地方 那這裡到底有多危險呢 來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這個是去年3月 當時中油的工作船 大概在這個地方工作 結果呢3月那個時候 東北季風都已經停了 它發生斷纜 船舶斷纜是很危險的 不只是船舶危險 船上的人也很危險 它斷纜事件之後呢 因為我們看一下 這個海浪是這樣子過來 退 漲潮 退潮 船斷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船就被海浪這樣推 刷刷刷刷刷刷刷 最後擱淺在這個地方 然後中油呢 趁漲潮的時候 再從原路把它推出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白白的地方 就是它刮掉的地方 它刮掉多少 一次的事故 刮掉0.58公頃 好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個是G2區 然後我們看在上面這一張圖 G2區在哪裡 有沒有 這個是海堤 G2區是這一塊 所以中油他一直說 G1跟G2他一定會想辦法保存下來 但事實上在施工的過程 基本上都毀的差不多 那不是說他現在沒有救 因為他這個都是短 目前是短暫造成他的影響 那事實上你如果把海皮拆掉 他馬上就會回復到原來的樣子 所以其實整個環境工程來講 就是說 他對於這個地方有潛在的危險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造成的這個環境的破壞 其實非常的大 那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 就是說 那我們其實都會知道 今天我們會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空氣汙染的關係 我們現在目前台灣的藍煤 就是燒那個煤炭的 大概佔45% 然後剩下百分之三十幾是天然氣發電 然後剩下大概不到兩成 有目前還有核能 然後還有部分的是那個再生能源 那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中南 如果大家過年前還有印象 我們中南部的空氣汙染不是很嚴重嗎 其實他們就是因為空氣汙染嚴重的關係 所以他們希望我們把煤降低 天然氣提高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這樣子汙染會減少 因為它排出來的汙染會減少 但是它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我們的天然氣 升價的時候 我們台灣不產天然氣啊 那台灣不產天然氣怎麼辦 我們就要靠進口 那一旦要靠進口 那問題就來了 怎麼接收 我們接下來就要談怎麼接收的問題 好 其實這個會 這個就很複雜了 為什麼我們這個案子叫做全國性公統 它不是只是單一的桃園生態的藻礁問題 它是全國能源政策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不是只有桃園地區或觀音地區才有關係 因為這跟我們全國性的整個地方都是有關聯的 好 我們其實在2025年 如果大家對這個圖有印象 當時我年紀很小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是我大概高中跟 大概20年前 我高中我大學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在念書的時候 人家就一直跟我說 哇現在的北極熊好可憐喔 都沒尾塔大 都要沉到水裡面 然後我常常看到北極熊餓得跟 就是不像熊了 我對這個很有印象 可是我覺得很遺憾 你看齁 我都過了20年了 我已經長大 我出社會了 出社會20年 這張圖還在 而且現在我還拿給我的兒子看 這個問題一直都在 那這是什麼問題 這叫地球暖化 沒有人可以躲得掉 地球暖化的情況之下 這主要原因是什麼 是排碳的問題 因為我們工業發展 所以我們需要一直排碳排碳排碳 那為什麼會有排碳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的能源使用的 都是以燃燒化石燃料為主 那個化石燃料 就是要嘛你就是碳 要嘛就燒石油 要嘛就燒天然氣 但這個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那當時因為台灣是全世界 22大經濟體 也就是說你是22大經濟體 外國人知道你很賺錢 他就不會讓你污染環境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台積艦 他要去搶那個綠電 這個原因是這樣 那當時我們因應世界操流 我們在民國94年的時候也有修法 當時我們就定了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目前還是有效的法案 它上面寫的是什麼 它是溫室氣體減量級管理辦法 它的規定是說我們在民國139年 就是2050年的時候 大概30年後 我們在2050年的時候 我們的減碳目標 要達到民國94年的一半 好 現在問題就來了 學者就去研究 如果假設剛剛那個目標不變 減碳的目標不變 我們所有的天然氣接收站 蓋好之後可以用多久 因為我們現在花一千一去蓋 我們現在不只只有觀塘要蓋 我們現在基隆外木山也要蓋 外木山那邊是潛水的天堂 如果你在玩潛水 那邊的珊瑚礁非常的漂亮 這個東西蓋好之後 它預計是民國2025年 也就是三年四年後會蓋好 花了一千億蓋了之後 學者的規估 如果假設我們那個減碳目標不變 到205年就是25年後 它的閒置率達四成 如果假設沒有達到四成的話 我們減碳目標達不到 我們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減碳目標 也就是地球的溫度會繼續上升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哇 我花了一千億 25年 30年後 大概有四百億要填海 四百億被閒置 這個是一個划算的生意嗎 我會開始講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會開始講 因為這個都是磕我們的稅啊 這不是只有磕我們的稅 這可能還要磕到小朋友的稅 其實政府沒有錢 他的觀念是這樣 他的觀念是說 我把經濟弄好了 我們小時候 我們的小朋友以後就會有工作 有工作就可以賺更多的錢 當他賺更多的錢的時候 他的繳稅就會更多 所以我現在先跟他借錢 以後這個錢我都還得起 可是我們的基本工資 多少年沒有調 其實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像後代舉債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真的要花那麼多錢 去蓋這個東西嗎 沒有其他解決方案嗎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提出來的問題 好 再來就是 我們到底缺不缺電 這個是立法委員大概在12月 去年12月的時候把我們召開工廳會 當時中油的總經理 台電總經理 然後經濟部次長都有到現場 我們就問他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缺電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叫缺電 因為最近我不覺得缺電啊 大家有沒有覺得 從105年以後 大停電以後 好像最近這幾年 電力都很穩定嘛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經歷 什麼限電的問題 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錯 因為台電跟我們講 從2019年開始 我們的備用農量 大概都維持在16.8 16左右 到2025年 觀塘蓋爾就衝到17.1 這是什麼東西呢 所謂的備用農量 它的定義是說 我全國當年度 所有的機組的發電量 叫做總發電量 不管有沒有在用 反正我只要全國可以發電的機組 還可以正常用的 這叫總發電量 然後去跟什麼比 去跟當年的巔峰用電量 夏天最熱的那一天 冷氣開到最強的那一天 來做比 如果我的全國總容量 大於巔峰用電量 就是正1% 那正16%是什麼意思 就表示它的用電余裕還有16%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的法定是多少 我們的法定是只要超過15% 就是OK的 那學者的研究是說 只要超過12% 就不會缺電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們就問經濟部說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推估一下 我們2019到2025 到底 我們的發電的情況是怎樣 他說我們的發電 這個是經濟部的資料 不是我做的 他說我們大概都會維持在16% 甚至到17% 那接著我們就會問經濟部一個問題 其實是問台電 我們就問他說 那觀塘不蓋 我第三天然氣接受在不蓋差多少 他跟我說差2.4 17.1-2.4是16.7 16.7是法定15%差多少 差0.3 那問題又來了 我們就說 那你差0.3 你要1000億來蓋嗎 你沒有其他的方法去補這個0.3的缺口 0.3是什麼概念 我跟大家講 我們在夏天只要提高冷氣一度 可以增加6% 所以0.3對我們的生活 根本沒有任何的影響 沒有任何的影響 我們只要調高冷氣一度 就增加6%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只要調高一點點 甚至不用調高 只要節電 所以我們就有跟台電講 你應該要做什麼 你要做節電啊 你0.3節電會做不到 要花1000億0.3做不到 好 那我們就 其實就是衍生到另外 因為其實台電 你會發現台電跟中油都是營利單位 老實說我不認為他想要做節電 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他的節電政策是非常失敗 節電喊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 後來我就發現 第一個 電力越多 台電才會賺錢 第二個 增加供電設備 他們才有電力工程 所以其實在這種目標導向之下 他不可能去做節電 不太可能認真做節電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跟他講 你應該優先考慮節電 或者是你可以考慮什麼 你可以考慮電力調度 這些都可以補那0.3的缺口 你不用花1000億 你只要花一些就可以搞定 那其他的錢你可以做更有效的利用 那再來我們還有提供另外一個方案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看 這是什麼方案 這個東西 它叫做浮動式平台 浮動式平台這個不是我們發明的 這個是新加坡人發明的 新加坡為什麼會發明這個東西 不是發明啦 他們在使用的 新加坡為什麼用這個東西 因為新加坡他們的地很小 他不可能為了接收天然氣 就去蓋了一個港口給他用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們很有效率的時候 他用浮動式平台 他就像一個海上平台 你要用的時候他就把它拖過來 颱風來的時候就把它拖走 那當時中油為了引進這個東西 因為那時候他還沒有決定要幹 第三天然氣節油站的時候 他想要引進這個東西 他曾經去新加坡做考察 回來的時候跟我們講 這個非常好這個非常安全 然後新加坡當時也跟他講 你要租3年租5年租10年租20年都可以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跟中油一直講 這個東西你為什麼不優先考量 既然你現在蓋成的港口 25年後就要少400億 那這個是很好的選擇啊 你用多久就付多久的錢啊 但是中油我們跟他講的時候 我們拿他當時的報告給他看 他那個時候都說這個很好 這個很安全 我們拿給他看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講 這個很危險 然後就不回應我們的問題 不回應我們的問題 好 那再來 就是換一個位子 好 如果假設今天真的要蓋 我們剛剛講過 大潭在這裡 然後這邊是協和電廠 協和電廠將來 台電要在這裡蓋第四天然氣接受站 那大家就會想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嘛 大家都需要氣 台電想要賺這個錢 中油也想要賺這個錢 我們目前 台電每年付給中油 大概100億左右的權利金 就是跟他買氣 好 所以中油 台電的思考也很簡單嘛 我幹嘛付那麼多錢給你 我也可以自己蓋啊 我自己蓋 我自己賺啊 所以他們也想要在這裡蓋 那我們 我們剛剛就有提到了 這邊也蓋 這邊也蓋 一樣用了30年 25年到30年 如果減碳目標不變 一樣閒置事成 所以當時 到時候 填到海裡的 的錢 不只這一些 好 那時候我們就有跟他建議 為什麼台北港 其實台北港不是我們建議的 是當時中油 顧問團隊就表示 在台北港這邊蓋 因為目前台北港 還在填海造地 好 我們目前北台灣 所有的營建廢棄物 公共工程的營建廢棄物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們房子一直蓋 讓那些土去哪裡了 全部都填到這裡了 他一直在填 好 所以他現在目前有 五成的閒置的土地 沒有在用 因為當時 為了發展這個貨櫃中心 其實沒有發展的如預期 目前有一半的土地 沒有在用 所以為什麼他會認為比較快 因為這邊地已經填好了 都已經填得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時程會比較快 然後第二個 因為它是台灣凹下來的地方 這邊我們剛剛講 這邊風浪很大對不對 學者說這邊的風浪 其實非常的安全 因此它的施工的時間會更長 那施工時間長 跟加上地已經填好 所以它的施工時程就會縮短 它是會比較好的 而且相對也是比較安定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講說 其實你剛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拉海管過來 拉海管過來 都非常的便宜 然後而且也比較快 那海管目前的技術 非常純粗 全世界都在拉 目前大韓電廠的氣勢 從哪邊來 是從台中拉上來的 台中都可以拉到這邊了 其實這邊的距離更短 那我們就跟他說 大家就一定會接著問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台北港那麼好 為什麼中油不要 其實講白了 第一個 中油如果不選擇在這邊蓋 它馬上損失20億 它買那一塊地的錢 就浪費掉了 它是跟陳友好東頂買的 當年 那個是另外一段的故事 我們就不講 再來第二件事情 這邊有好幾百億的工程利益 他如果不蓋的話 那些工程利益要重新分配 那個不是不法利益 但是就是 駐工程就一定會賺錢 那大家都想賺那個錢 所以為什麼他不願意來 其實很簡單 我們都講 中油跟台電就是營利單位 他沒有什麼環境的考量 他第一考量一定是 要不要賺錢 這個是他優先的考量 所以說其實有時候就 就是 那我們最後就在講公投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一直想要跟中油溝通 我們其實環團 我們不是說 我們每天都去抗爭去幹 其實我們不做 我們不太喜歡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 因為意義不大 我們去跟政府溝通 去跟中油溝通 我們才有辦法把我們的意見 把我們的聲音去表達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中油通通都知道 那我們也知道 因為中油他現在已經得標了 他已經公開招標出去了 他環評也過了 他就已經可以馬上蓋了 所以其實他是不願意跟我們溝通 他不願意跟我們協調 所以為什麼會發起這個公投 其實很簡單 我們是開啟一扇門 我們公投 假設今天全台灣的人民覺得說 這個事情是值得重視的 是值得去關心的 那我們用公投的方式達標之後 政府按照法律的規定 他一定要跟我們溝通 我們不是說原來地方怎麼樣 可是我們會要求他 你要跟我解釋 為什麼別的地方不行 而不是說 你要這裡就是這裡 要哪裡就是哪裡 那你花那麼多錢 都沒有任何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 所以其實公投 其實有點 怎麼說 其實已經有點無奈 因為我們已經走到最後 政府都不理我們了 那不理我們情況之下 好 那現在法律賦予我 其實公投就是 我們小時候都有唸過嘛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這個公投就是覆決權 對國家重大政策的覆決 好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公投的一個方式 來引起政府的注意 然後願意開啟這個溝通的門 大家來好好討論這個問題 而不是他這樣決定說 把這個錢就浪費掉 這就是要去做公投的主要的一個原因 好 那公投的聯署書呢 基本上 我們等一下會場外面也有公投聯署 如果各位 其實我們目前公投是 有點辛苦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 目前全台灣第一件生態保育 也就是說它跟政治沒什麼關係 它跟安全也沒什麼關係 純粹的環境保護 那當時我們環境 的時候 就會想說我們這個不要跟政治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所有公投包括過年期間 大年初一 初二 初三 包括今天其實也各位來聽這場演講 就是我們到各地 因為團群 我們大概從兩個月前 一個月前就一直在收 我們要三十五萬份 那這個是什麼呢 三十五萬份 是以上一次總統大選 選舉人 百分之1.5 作為第二段聯署的標準 它的總需要分數是289000多 那有時候因為你的姓名寫的太陽草 或者是地址寫的太陽草 無法辨識會被剔除 所以安全分數是32到35萬 那公投的一個聯署數呢 很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上面看起來很多個資啊 會不會有洩漏的問題 很多人來問這個問題 那這個我跟你講 因為我本身做律師做十幾年了 我們處理很多詐騙的案子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這個聯署數提供什麼資訊 第一個 你的姓名 身分證 出生年月日 跟地址 我們可以問各位一件事情 有沒有收過詐騙電話 有嘛對不對 有沒有收過詐騙的信件 郵寄給你的 有啊 非常少啊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為什麼 不是 因為 卡電話成本很低 用網路 網路電話 基本上一通可能都只有0.0幾塊而已 可是我寄一個信件給你 我油資至少要5塊 那它是用釣魚的方式 比如說我發出去1萬份 一個人上鉤 那我的成本是 1萬份5塊錢 就是5萬塊啊 就不見了啊 那個不合啊 所以詐騙集團它要的是什麼 它要的是你的電話 它不會要你這些東西 你這些東西對它來講 它的訊息的使用率太低了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上一次的選舉裡面 大概有七八案的公投案 當時連署大概有一兩百萬份吧 目前還沒有聽到 因為連署的個資被外卸 那當然這是有原因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受到個資法跟公投法的保障 如果今天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這會不會被查水表啊 我說不會 如果真的你被查水表 你來找我 我幫你去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目前只有兩個單位用得到 一個是中選會 一個是護證事務所 所以如果今天 哪一個機關拿到你 不是這兩個機關拿到你這個資料 那就表示它洩漏國防以外的秘密 這個是犯罪行為 所以沒有人會去做這件事情 基本上不會有人做 所以基本上在法律的保護之下 原則上它是不會有洩漏的問題 但你問律師 我們不敢說百分之百不會 但是它的機率其實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那目前其實 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們的公投是用 基本上就是靠志工 沒有靠政治團體 所以其實很辛苦 我們募集到現在過完年頂多 大概一半 大概十幾萬份 如果有超過十幾萬算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還差十到二十萬份 那就是可能請大家可以多多幫忙 就是說如果這幾天 親戚朋友 那我們這個網路上都可以直接下載 下載之後不能更改任何的字喔 因為我們這個內容是中選會核定的版本 中選會內容一個字都不能改 是核定的版本 那核定的版本就是按照 請 可以 可以 我等一下先把這個結束這樣 然後我們再來問問題 好 那就是這個可能就是在忙大家 這幾天如果說可以的話就幫我們宣傳一下 那我們網路上你只要打珍愛藻礁 珍惜的珍 然後愛護的愛 珍愛藻礁 就可以連結到我們的網址 那網址裡面有兩個資訊 第一個你可以下載連署書 第二個你可以找到全國的據點 也就是你不一定要在台北 你如果在台中 在台東 在花蓮 我們都有收建的地點 都可以直接送過去 那我們的時間 原則上 我們希望在2月28號 就是這個月的月底 可以完成收集 那一次我們就要統計到底還差多少 然後第二階段 2月28到3月16那一段 我們再決定要補多少 所以我們時間其實非常的急迫 對 那這個就再麻煩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自由發問 好 讓我講幾句話 珍古德博士說呢 唯有了解才會關心 我有關心才會行動 我有行動呢 生命才有希望 因此呢 等一下呢 大家可以先了解問問題 然後關心也問問題 行動呢 就是幫我們簽署一下 那個二階的連署書 我們2228之前 剩不到十幾天了 我們一定要達到35萬分 這樣我們才能進到 八月的全國公投 讓全台灣的老百姓 來決定這件事情 那因此 現在就是問問題的時間 有沒有朋友們 要問一下問題的 來 麥克風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剛才講師傅提到說 這個 是通過的 那這個標準在哪裡 難道台灣這麼多的生態學家 這麼多的專業人員 都會同意這樣 或是說他是經過什麼樣的標準 才會認為這個是不會影響生態 可是後續卻是影響這麼大的一個狀態 27公里 都已經剩下4公里了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保護它 聽起來是很讓人家憂心的 好 謝謝 問題非常的好 因為這個環評整個過程我都有參與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的環保署的環評委員有21席 21席裡面有7席是官派委員 扣掉主席剩6席 主席就是環保署署長 所以7席的委員 那剩下14席是誰 14席是學者專家 那大家就開始想 14比7很安全啊 學者應該佔多數啊 可是14席裡面 有些是接過中有的生意 有些接過台電的生意 他們要迴避 他們不能投票 部分不能投票 然後另外有些是支持政府的 所以真正支持環境保育 跟我們表態的只有7席 只有7席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一天發生什麼事情 當時我們的環評21席是這樣 除了官派委員以外 有各個領域的環保專家 那本件是海洋 本件是海洋的一個專業 所以他們的做法很簡單 他就先找幾個海洋專家 組成一個叫做專案小組 那專案小組他就會開始開會 去做審查 那審查的結果我們剛剛講了 其實這些資料 很多都是連當時的環評委員 都說蓋在台北港比較好 他們第一次做成的決議 專案小組做成的建議案 是退回開發 是無藥開發 那當時這個案子送到大會的時候 大會就變21席來審這件事 以往大會都會尊重專案小組的意見 因為他們是專家 他們說怎樣應該就很準 可是這個案子 當時專案小組說要退回的時候 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就跳出來講 這個案子一定要過 當他這麼講的時候 我們七席的官派委員全部都會投要過囉 好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當年就剛好縣市長的選舉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 當時新北市蘇貞昌的選舉 是比較危急的 然後桃園的鄭文燦的選舉 是比較穩定的 當時新北還有一個案子叫做 深奧電廠 那個案子也是我在弄的 那個案子後來就被停掉了 沒有任何理由 當時深奧電廠在環評的時候 環評委員當時的那個台電 親口跟我們講 他說深奧電廠沒有任何替代方案 非蓋不可 結果現在因為政治因素的關係 他認為官堂蓋了 深奧可以不要蓋 我覺得我被騙了 那這個是題外話 所以當時其實整個內部 就是行政院的集資的認定 就是說我一定要蓋 那環評委我們剛剛講嘛 那幾席被挑出來做專案委員 他們不是已經說建議不要蓋了 他們非常生氣 他說那你叫我來開會 不是叫我來背書嗎 我都已經跟你說不適合啊 所以他在第一次開大會的時候 五席環評委員退席 他說我不要 那退席之後就湊不足 因為我們21席 扣掉主席剩20席嘛 所以至少要10個人出席 才能過半數開會 當時那五席一退席的時候 就不足半數 當天留會 第一次留會 第一次留會之後 在一個禮拜內開第二次 這個也是史無前例 我們的環評大會 都是兩個禮拜開一次 而且固定在禮拜三 他不到一個禮拜開第二次 第二次又留會 也是留會 然後第三次開說明會的時候 他不讓我們這些 就是民間團體進去講 他就說我們內部討論就好 然後第四次 他們也是在一個禮拜內開的第四大會 終於湊到十個人 你看這個很悲哀 他湊到十個人 直接不討論表決 七比二 過關 所以你就會知道我們的環民制度 他從頭到尾所有的專家學者都說不要幹 可是最後我們的政府是用表決的方式去通過 這個都有留下歷史紀錄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就一直批評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們也在打行政訴訟 對 就是我們認為太離譜了 問在場的朋友們 還有沒有問題 要問我們陳憲政律師的 是 好 這位 剛剛律師有提到那個 2050年排碳減量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又提到說會閒置400億 這個經費的部分 我不是很理解 可不可以請律師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我們所有的能源 我們要先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不管是排碳也好 我們的能源當年度的使用也好 這個都是假設性的 因為這是25年後 這是50年後的事情 那剛剛那個不是我講 那個其實是學者做成的研究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把燒煤炭 改成燒天然氣 雖然它的污染降低了 可是它的排碳沒有改變 因為它都是化石燃料 但是我們2050年 假設那個目標不變 我們從2025年開始 我們的排碳應該 理論上要逐年下降 所以如果我們要達到 2050年我們當時預計的目標 要到民國94年的一半的話 假設我們要達到那個目標的話 那變成我們的天然氣使用 其實會到2025年是一個高峰 再來就是逐年下降 那到2050年如果假設那個目標達到了 當時學者就是去推算 那個計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有四成的接收站會限制 那這個意思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不是說這個數據是百分之百的絕對 我們是希望政府應該考量這件事情 因為它現在考量的都是五年內 我現在用電需求 可是我們希望它考量不是只有五年 我們希望它考量的是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 我們希望它把它的那個思考的先放遠一點 那這個會連帶有第二個假設問題 第二個假設是說我們的用電量會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需要一直蓋電廠一直蓋電廠 但是我們去年已經發生一件事 我們去年台灣的人口是負成長 已經達到死亡交叉了 我們死掉的人比生出來的人還要多 那今年的 今年其實有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今年有一個推估 就是各縣市在推估自己 今年度人口會不會增長 全台灣每個縣市都說自己的人口會增加 那我那時候一看到這個報告我傻眼了 那人到底死去哪裡了 就是去年的死亡已經超過出生 然後現在的結論居然 所以你就會發現政府都是過度樂觀 他在樂觀的前提之下 他做的假設 他當然對他都是有利的 可是你如果去翻開歷史的資料 去想說他原先要達到那個目的的話 就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會變成說那個錢都是浪費掉 而且那個不是現在浪費的錢 我們現在政府其實沒有錢 他就我剛剛講的 他是用舉贊 我先舉贊 我先借錢發國贊 然後到時候用後面的人來還 所以他是向後世借錢的觀念 大概情況是這樣 那個至於學者他怎麼算出來 那個其實有點複雜 那個我也不會算 因為我們是直接截取他的研究結果 對他直接就是跟我們去推算說 如果我要達到這個目標 那我現決斷所有機組的使用量 會怎麼變化 他們有一個推算的機制 總而言之就是未來的那個天然氣接收站的使用率 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但是他卻要破壞7600年的藻礁 對 短短區區只使用30年的天然氣接收站 卻要破壞7600年的藻礁 那其實我們要為我們的下一代 留下這個生態 我們都是熱愛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一步一腳印 熱愛台灣的事情 其實天然氣它在我們整個人員轉型 它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其實你從剛剛那個發展的途徑看起來 你就會發現天然氣是過渡能源 什麼叫過渡能源 就是說它只是我們從現階段的能源 轉型到將來再生能源的一個過渡能源 因此我們在過渡能源 是不是要投入那麼多的成本去蓋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那個港口蓋下去它就是固定的 不管你用或不用 它就是在那邊 可是假設你是用浮動式平台 你可以用20年就把它拖走 你就可以不要用了 所以其實那個彈性是比較大的 那我們今天只是希望 政府可以跟我們協商 我們是想要它跟我們談 但它不願意跟我們談 所以為什麼會走公投 就是至少這個門我們還要留著 我們希望政府持續跟我們協商 找到最好的方案 而不是說它覺得這個是最好 因為我們認為這不是最好的方案 那大家有看到我們連帳書的主文嗎 我們非常的溫和 我們是希望 中游第三天然氣接收戰士千里 我們沒有叫它停幹 我們都希望台灣雙贏 台灣能夠更好 所以因此呢今天 我們只能說我們是一般平民 然後正在推動這個生態公投 是台灣史上第一件生態公投 我們要讓整個台灣呢 了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為了自己 我們其實是為我們 各位朋友以及為我們的下一代 那請問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要問陳憲政律師的呢 舉個手 其實這 那邊 OK 好 麥克風老師 我再補充小小一段 這個案子 因為它跟政治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要跨出這個同溫層 有點困難 老實說 那個喔 根據我的了解 就是那個造成那個 地球會這樣子的一個 暖化的情況 其實最大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畜牧業的飼養 是 因為畜牧業的飼養 它所造成的那個 那個碳排機是 是最高的 而且是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察覺 沒錯 所以我們如果要改變這個 全球暖化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一定要吃素 因為我們吃素的話 我們讓那個 那個畜牧業的飼養 能夠停下來的話 那很多問題的話 就會慢慢慢慢就會解決 沒錯 所以我是在這邊跟大家提 就是呼籲一下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 我們的台灣 或世界越來越好的話 我們真的一定要吃素 這個我完全同意 因為我們荒野保護協會 針對素食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在推廣 因為我覺得這個 因為其實 排碳的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單一問題而已 它其實很複雜的 它有很多方面 它有很多方面 但是最大的 但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畜牧業 沒錯 畜牧業所造成的碳排 是最大的 最大的 而且如果說你要解決它 你就是要 改變我們的 吃的那個 那個選擇 一定要吃素 我們吃素以後 那個畜牧業 它就不會 不會去 去養它 不會去那 就不會 這樣子無形的造成 這個地球的一個 暖化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是跟大家 講一下說 我們真的 吃素對我們來講 的下一代 跟地球的安全 真的是最重要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請問有沒有連署書 要寫有問題的 沒關係 不好意思 我再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想請問這個律師說 現在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公投 這個連署書 就是說如果 現在目前是已經幾萬人連署 然後 那連署如果成功之後 會怎麼樣呢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都是 我們也比較 平常也比較 少參與政治活動 可是我們每一個 居住的地方 都有 里長 也有什麼區長 也有 也有縣長 也有市長 那你說這個 跟政治沒有關係 可是這跟生態有關係啊 那我們是不是也 透過我們的聲音 去跟我們那邊的 大長官反應呢 就是說我們很在乎這件事情 他們要聽到我們的聲音 除了這個以外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是不是雙管齊下 更讓他們知道說 欸 這個地方的居民 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對 就是說我們這樣 是不是更有力量 對 第一個我先回答一下公投 本件是公投的連署 所以不叫做決定 我們連署超過35萬的時候 他才會正式承案 正式承案在今年的8月28號 因為我們現在公投法已經修法了 我們兩年只會辦一次公投 然後兩年辦一次公投的時間 都是在8月28 這是固定的時間 所以今年沒有公投 就要等到兩年後 那8月28號他中選會會 會寄正式 如果承案的話 會寄正式的投票通知書到各位手上 就跟我們一般的選舉一樣 你就拿著投票通知書去指定的 投票地點去做公投的動作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連署書怎麼辦 連署書我們蒐集完之後的做法是這樣 按照公投法的規定 我們要引一份 叫做正本送中選會 就是各位寫的這些叫正本 然後副本我們留存 那為什麼要留存 因為將來發生爭議的時候 正本跟副本要拿出來對 到底是誰有問題 那中選會那邊是政府保管的文件 他們就要自己處理 那副本怎麼辦呢 副本原則上在公投一年後 沒有任何爭議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依法銷毀 我們基本上應該是送水銷 就是用一般我們把它銷毀的方式 整個銷毀掉 那目前他的收存方式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那個 公投書收完完整之後 正本送到中選會 那副本我們會找一個 那個民間的倉儲業者 來保管 24小時保全 就是鎖在裡面 那原則上就是等那個 法定的時間經過之後 就會做處理這樣子 這個是剛剛提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關於里長的問題 這個就很尷尬 因為老實說你要 離里長去動員 可以 但是要他們自己願意 那基本上因為這是 也是一個政治行為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比較遺憾的是 我們這個案子 雖然跟政治無關 可是很多的 執政黨他不願意 你看這個案子沒有一個 執政黨的 敢出來講話 完全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 完全不表態 那 前陣子還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大概在1月20 十幾號 我們荒野保護協會 有一個夥伴他是主播 退下來的 當時他找了二十幾個主播 老中青三代 就現在還在線上的主播都有 我們在大安森林公園 辦了一個主播大合唱 那個是一個很溫馨的 一個畫面 然後就唱真愛藻礁這一首歌 當時三立東森都有來拍 拍完之後很認真做了新聞剪輯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然後我記得12點上線 大概2點的時候被抽掉 不見了 沒有任何原因 你就知道其實這個都 對 就是他其實 雖然說他跟政治無關 但是有些人是很敏感的 有些人是很敏感 就那個新聞到現在線上的都不見 只剩下紙本的 因為紙本一旦出去就出去 他不會沒辦法抽 可是新聞的連結 那些都不見 就是有畫面的都不見 所以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很辛苦 就是很辛苦 那至於林里長 其實跟我們比較友善的 或者是他本來就是有在從事 他本來就願意動員 可是其他那些 他們其實 就本來有既定的政治立場 對 那以我們的立場 我們先講完 以我們的立場 我們基本上 我們不會去排斥 也就是說他只要願意 就找交 其實我們都 都歡迎的 對 但是我們不會說 你說你要來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不要你幫忙 不會有這種事情 對 但比較現實的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不願意 請問在場的來賓們還有什麼問題呢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要借用大家的雙手呢 來掌聲鼓勵 謝謝 然後感謝陳憲政律師 今天為我們帶來這一場 新春生態人文獎座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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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各位朋友 願意多帶幾份 回去給你們的親戚朋友簽 我們外面都有 都有多餘的份數 歡迎大家一起來 為台灣的生態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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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